哎呀各位观众大家好啊 喂这里怎么一句声音啊 把这个关了啊好 那个 其实啊我昨天起了意识大功夫 不是说啊其实我也自己的想过 日本也有可能赢啊 因为我这个人其实之前对日本文化 日本方面有些研究的挺多挺喜欢 对日本的文化挺感兴趣的啊 之前而且我看日本因为我们从90年代 开始看这个中日足球啊 在亚洲东亚杯在拿斯贝 觉得要说是进步非常大的 这过去二三十年啊 从世界足盘上来看 日本对应该来说是很突出的啊 你看以前90年代我去东亚在拿斯贝那时候 黎兵好像那时候黎兵才在的那些 好像说是中国队好像到东京的 科长还是二比零还胜日本了 对吧 你现在再说对不对 现在二三十年过去再说 对不对 中国就在科长胜 零比二比零胜日本 那不是说笑吗 基本上很难对吧 也有可能嘛 但是基本上这一节性能做不到吧 啊 所以我一直对日本这个民族的话 就是我对他们的潜力手持 相信的啊 因为日本的它是个做法 基本上啊 多少年 我觉得他们都是 在好多的战略关头上 都是选对了 都是选的挺对的 嗯 不知道咋回事 嗯 在关键的时候 他们总是由一批人 挺身而出 然后对这个民族 把这个 发展的方向去选对 啊 无论是小的 啊 小到我们就说啥 这足球的这个 足球的民族卫星 达到就是整个的这个 国家民族历史命运 抉择时刻的说 民族卫星 人家最后 从最后的成果来 这些时间的 都是 人家都走对了 啊 都走对了 啊 因为你就看成绩来看 对不对 啊 以前有一个日本 以前一个日剧啊 前几点我看了 就板上至于 板上至于这个日剧上 嗯 那个是好像也是司马辽泰文的小说 那那么小的一个国家 也贫瘠 反正也不算很小 那中国比较小 但是也不算 也不大 那个就是那种样子 一个导播 啥也去 对不对 结果欧洲列强进来以后 黑船时间以后 怎么能拖牙入欧 也是 拜托被殖民的命运 嗯 那个电视剧拍的非常好 我看沙拉布兰娜很长的主题曲 Stand alone 是吧 曲子也特别好听 嗯 管他也不引进啊 我就当时觉得 就是 他的 他这个日本的民族 他老于是这个 能在这个废墟当中摘起 他有一定的密码 文化密码在里头 嗯 对吧 然后 当然他后来也走了 弯路了 走了一些曲折路 比如说 后来怎么跟德国结本 最后是二战重新过了是吧 但是二战结束以后 又日本重建啊 美国人也 也轰炸教训了日本 但是也 也对日本的重建也有 也有很大的作用 日本现在跟着 完全就跟日美同盟搞成的 美日同盟就是第一位的是吧 基本上他你想跟着老美走的话 基本上他还属于 还是在这个世界的就是 属于是主流的这个一个方式 圈子里头 欧美日的主流圈子里头 的议员吧 西方七国的重要成员 欧美日发达世界的议员 是吧 所以从大的方向走 这个小的方向 足球方向 你看 九十年代 八九十年 那时候我就是八九十年 在中国随便赢 现在不可能 现在几乎不可能 哎呀 没被人家灌这个 多少 一两个两三个 没灌三个以上球 就已经不错了 因为日本对于实际的八号 所以就是明智卫星 日本足球界的明智卫星 又搞成功了 又搞成功了 我最实际上之前 我想是吧 很有可能 因为韩国也有 德国可能有些问题 自身也有些问题 德国主要还是 把这些姿势过高啊 德国 这样 德国的 嗯 对这个困难估计不足吧 因为球场足球是远的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困难估计不足 对韩国上的输了 对现在有可能不输 这事吧 但是没有想到日本 反正 那样 就怎么说呢 我 我曾经也想过 就是日本的会议 也说过 哎 但是多数人 因为就是在这对比来说 还是之前三千 还确实是 德国一样 德国 因为德国实力 确实是超过日本啊 从以往的 德国是 常客是吧 世界冠军的哪个多次 日本的话 十六强 还没有进过八强 但是你就是 日本这个民族不可小叙啊 日本这个民族不可小叙 嗯 我曾经也想 因为我前几年看日本经常创造一些 让人真的是大惊失 大就是 就是让世界震动世界啊 有一段时间跟世界冠军巴西对攻好像 赢了巴西吗 还是跟巴西 跟巴西也赢过好像 平了也 上一次跟比利时啊 比利时也是世界 还明天数一数二的队伍 日本还赢 好像日本一点都不落下 所以啊 这个日本这个民族啊 还是有很多的要真的是 别看分中国的整体来说 就是外形上看的相差 好像都是东亚人种 但是两个人差距很大啊 你看中 对不对 看上去都是东亚人种 但是日本人的认真啊 啊 啊 讲认真啊 有守秩序啊 讲礼貌啊 还有那个素质 在全世界来说 好像是 受评价格是很高的 当然因为历史原因啊 所以中国呢 现在就是看上去说去日本 一说起来就有这个民族主义 感情色彩放进去 要么就是哎 就是中国看日本啊 就是 哎呀 也可能是有官方宣传 再加上传统历史上 这种 总不能以客观的角度来看 总是带有这个感情色彩放进去 啊 主观好物放进去 你带着感情 你怎么能做出明智的这个理智的判断啊 啊 所以就是 人家有好多方面做的就是比中国强啊 对吧 人家经济发展 人均教育成都文明素质啊 对不对 人家好多这个东西 所以说日本呢 有很多就是亚洲啊 做的很多就是 亚洲没有做过亚洲人从开创的第一的一个事情 基本上都是日本人首先先是先 先是 先是 而且先实验先搞成功的 嗯 对不对 日本的这个足球也是突破 日本首先最开始突破 啊 然后奥运奖牌上也是日本首先 经济上也是 啊 所以就是我看凤凰卫视想的 亚洲之光啊 日本真的是 创造奇迹 亚洲之光 日本我也去过好多次 日本人给人感觉 还是比较低点 日本人感觉跟中国人比较起来 中国人比较 比较 比较活跃 还是比较活跃 中国人比较 比较精力 但日本人单个看起来就是挺 看起来好像有点木讶 有点迟钝 但是日本人是属于那种 而且日本人是属于那种 暗自努力 他比较低调 他比较低调 他比较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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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人性格比较外向 比较高调 日本人比较低调 比较安静 所以日本的 把这个实力虚击了很多 照这个发展下去的话 我觉得日本以前所说的 你看 2050年多世界的冠军 就算不是冠军了 就是也是属于世界的 技术 不是一个文化 所以你们别觉得 日本这一次就是 哎呀 怎么把德国给先犯了 就是吃惊 以后可能日本 韩日本人吃惊的地方 还在后头 还在后头 反正 怎么说呢 我们来说学习吧 学习 应该学习成别人的这个长处 中国学习 学习欧美 啊 学习欧美好像不太 跟日本到底能不能学到 啊 跟日本能不能学到 好像也很少说是学习日本啊 好像不屑于说学习日本 那你学习日本 你就是 其实中国很多的情况 就很值得 最应该学习的日本 因为欧美啊 跟中国文化人种方面相差比较大 但是日本的他的各方面 比较相近 比如说他节约的啊 绿色环保的发展经济啊 有很多他节约性 因为中国也是地大 地大但是物并不国 嗯 其实人均资源跟日本来说一样 也是比较紧张啊 日本的很多环保的很多方法 很值得中国学习的 你看日本资源不富裕的话 人均国民富裕程度 也在世界上也属于前列 是吧 但是又不学 咱们说不学吧 足球上也没学出来 东学学西学 学了多少年 也没学出什么名堂来 能找的教练找变王 对不对 名师你找变王 什么米鲁蒂诺维奇汉酸 那个时候汉酸可以 说是张继龙的小手抽出了吧 日韩 伊沙都抽出去了 我们再讲是米鲁 对不对 抽出去了 我们没有什么抢手 米鲁也是神奇叫做 寄托运气这些嘛 而日本那个踢队建设 来说人做的肯定比中国 日本足球人口做的 日本孩子我们去日本的话 日本孩子有地方踢球 好多地方有球场 日本孩子足球人口 可能不比 可能比中国还多呢 中国好多地方没有足球场 而且中国人我给大家说 我感觉中国人好像也不是特别 他相当一部分孩子去打篮球了 打篮球 日本现在篮球还是个落后的项目 但是日本现在也开始追起来了 现在NBA中间有好几个日本的 就是日本的球员有好要每日混去 他也不是每日混去完全日本人 日本要搞要抓起来一个东西 他这个路走他很稳健 他是按照科学方法规律培养 他发展起来很快的 你看他篮球也会搞起来 跟他的足球一样 对不对 中国的这个搞足球的 就首先就没有好像 没有是搞篮球那么多 再加上培养人均场地也少 没有多少踢球的场地 再加上 其实现在中国年轻一代 多个孩子的话 你看跟日本人好像比较看上去类似 但是我看的好像还是香港人 还是也有不一样 不一样反应在在哪里 像北京上海 有些我们看这些孩子当中的 有些个子高的挺多 但有些是过度肥胖 嗯 过度肥胖 或者有些个子高的是 就是马嗝的那种感觉 但是身体不壮 到日本类的孩子 你去看皮肤普遍比中国人要黑 因为啥经常晒太阳晒太阳 晒太阳 健康整体上 日本人也能耐寒 日本人体质挺好的 啊 而且跟从小他们这个人家的那个 人家那个健康午餐吃的啥 那是最要求最严格 中国的肯定没有人家搞的那么科学 对吧 就是日本人做东西做的很细致 中国肯定没有那么 啊 对不对 反正日本和中国就外表看起来想象子 但实际上相差很大 相差很大 相差很大 就是这两个民族之间相差很大 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啊 日本人你看那个 呃 那些孩子的 你看中国孩子很多都戴眼镜四眼 啊 戴眼镜很多 近视率非常高 日本也有 但没那么多 啊 日本没有在日本的孩子看起来很健康 而且你看那个翻跟头啊 我看啥足球跳跃这 而且孩子们经常锻炼看是挺磁式的 你看中国的孩子现在有多少孩子能拉 可以引体相少 把自己身体拉起来 扩成能做多少 跑跳怎么样 啊 所以这些就是这一些 啊 从虽然是条件好了 生活条件好 但是锻炼方面 中国的可能还是不如日本的锻炼的多 啊 所以中国和日本的就是来说的话 这只是一个方面一个侧面啊 要要说起来这是个哪个话题 因为说上 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都说不完啊 中日日间的这个 总之日本的各方面的发展的程度来说 还是 啊 还是无论是经济政治 包括文化方面的软实力 啊 对吧 包括体育啊 什么各方面文化成业输出 但真的是还是 确实在不仅在亚洲不属于指数 叫做亚洲之光 经常创造一些 啊 创造一些 真是 呃 就是以前亚洲人没有做过的一些东西 都是首先都日本的首先搞起来的 啊 而且在全世界也是 非常有影响 啊 有影响 而且呢 在就欧美或者很多除了中国韩国之外的一些世界 日本的这个被人们所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还是比较高的提起日本或者日本文化啊 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昨天来看了个比赛 我当时就来说 我觉得应该整体德国确实实力比日本强 结果没想到日本确实是 哈哈 我想呢 其实心里也想 也有那种 但是被好多人给俯了 也想的 啊 日本的确是震撼了 震动说是 那凤凰卫视上说的史诗般的事 当然也没那史诗 其实你差距也不大 二比一吧 啊 下半场德国打的有点稍微有失常 那德国要好好总结吧 经常就是上次对着韩国 对这次对日本 为什么上下半场整体处于逆境的话 就 那个 很难搬过来 这是要 如果德国不及时总结的话 很难走太远啊 德国其实也很多机会 但是就没有把握住 啊 就没有把握住 但是日本的这个 的确就是说少量 他的这个胜利 主要就是给人们一种 一个怎么说呢 给以前来说 亚洲人在发展这个 东亚人在发展这个体育啊 都觉得信心上 内心上的自信心就不足 啊 这个可以说给自信心上 打了一个很大的强行人 啊 强行人 就是 从这个 比如说从人种生起素质上来说 东亚人比较担保 瘦小 但是 大方瘦小 你战术得当 训练得好 培养了好的体系 照样可以 能战胜人高马大的日耳曼人 啊 这个东西 就以前就有一种感觉 日耳曼人 哎呀 这一个个人高马大的像一个小驴镜海道 很难 战胜 但是 日本总是就是说 可以说创造奇迹 可以说让整个整体的很多亚洲人都觉得 哎呀 就觉得 沾上光了 就觉得整体来说就是亚洲人也行 啊 东亚人也行 是吧 啊 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十十八里的一个神秘宝 啊 所以说是反正怎么说呢 足球是圆的 嗯 日本这个民族是非常的踏实选对了 非常踏实的 稳健的走下去 要是这样的话 他每一件事小事想做的非常好 大事才能做好 小事你都做的不好的话 大事做不好 因为足球改革这多少明治维新的成功了 从大的国家 毁关设计着政治的主要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路上 也走到正轨了 啊 虽然现在也有面临老龄华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是世界多关注 但是整体上还是已经属于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 反正我们不说那么大的 就是日本这个足球之案 现在这个发展的情景 发展的这个稳健的人走下去 以后让世界让世人吃惊的 可能中国现在就是走到这么高 现在已经什么试过都试过了 都试过了都不见效 而且这几十年来可能好像水平更长了 好像战绩更长 现在就等于基本上没路了 没路了 就是基本上已经茫然了 所以以后可能这两个国家的足球水平 就将相长越来越大 可能会相长越来越大 就以后日本呢 你看日本球员 他们现在心里人感情有点自信啊 你看他们眼睛中间那些都是放光的 基本上他我觉得他发展到一定程度 可能现在他给人跟亚洲这些对打起来 他很没有自信 就是基本上 真的是心里是十拿九文 是有这个自信的 因为就是你他的平时的训练 你看这是日本的 现在很多的球员以前出了马嘎塔 就中间英手 那现在你看这日本的很多球员叫什么 南野拓实了 现在新的这个我们记不清楚 那个城湖城网上 很多都在一线连赛踢球 他们都而且都是主力 当然这些主力比不上 现在亚洲在国际上踢球 最厉害的比不上韩国的亚洲新人王 孙新明是吧 孙新明 孙新明应该是非常厉害 但日本的人数好像不亚于韩国 在这种顶级联赛 所以人家这都是主力一来的话 这都是 这种都很厉害的 一线俱乐部的这些球员 是吧 所以他的俱乐部水平高 他国家对自然就强 所以日本让人将来吃进来的后头 转眼前可能明年 不是明天啊 韩国也有登场 韩国拥有亚洲第一球星 对吧 孙新明 所以现在就不好说了 足球是圆的 也许韩国 韩国好像以前对 欧拉圭对对南美这种球队 好像交手 前有升级啊 也许他继续还把握出这种魔咒 也许有可能又是 即杀破日本啊 就是以弱胜强 也许韩国也创造实际 奇迹也也难说 难说 那究竟怎么样了 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吧 好 各位观众 大家再见 啊 嗯 IRS 嗯 嗯 说 嗯 谢谢大家